11 12这三题 OK 好那我看题目第十题 第十题说这是个VT图 还想先看这个 先看这个图 OK 那他考试其实在考试 如何把这个VT图转换成AT图 因为这个是加速度跟时间的关系 好那你可以看得出 他的速度怎么样 越来越慢慢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我先告诉你 他的加速度肯定是负的 速度是负的 因为他速度变慢了 所以他的加速度一定是负的 然后第二个因为他是斜直线 所以他一定是什么 等加速度 等加速度 那记一下 等加速度在AT图里面的话 一定是一条水平线 所以呢 B跟Z你可以直接删掉 所以答案只有可能选A或者是C 那刚才讲过了 因为他是负的 所以他肯定就在这里 他应该是个负的 然后是叫水平线 所以第十题大家选择的是C OK 好再来看第十一题 第十一题呢 他在问这个图里面 他的加速度是多少 好那加速度定义的话呢 跟同学讲一下 你可以用定义 你也可以用公式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公式 把公式写一下 V的意思是什么 V0加AT吧 那我们从图里面来解释 来计算 比如说像这个点跟这个点 好 这个10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出速度是10 所以那这个V0就多少 10 因为没有时间 居然还有速度 这个就是出速度 那经过4秒钟 所以这个T呢 就可以改成4 好 4秒钟后速度 速度变成是30 因为这是VT图 VT图 所以就很好算 所以管公式写上去 所以30等于10 加上A乘上4 OK 好 所以画减的结果 A就等于多少 11过来是不是减10 那是变成20 所以20除以4 答案就是5 所以第11题答案 选择的是B OK 好 这个你看一下 好 再来看第12题 第12题 第12题呢 他告诉你说 他做这个直线运动 好 你把它画起来 那 VT图关系 好 还要你看这个 看这个 OK 好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算 如果从VT图看的话 很明显 他做了两段 两段式的运动 首先第一段 这个红色的部分 是做什么运动 等速度运动 对不对 因为速度保持不变 好 然后呢 蓝色的部分 做的是什么 等加速度 而且你可以看出来 速度是越来越慢的 OK 那这个题目 但是一样 跟那个第10题 是一样概念 他要把VT图转换成AT图 这样子 好 那这个解法呢 很简单 很明显的 这一段 因为是等速度 既然是等速度 代表我有速度变化吗 没有 所以等速度的加速度 是多少 是不是0 所以呢 应该是0才对 所以答案呢 要不就选B 要不就选Z 还有C也有机会 C也有机会 OK 因为这三个答案呢 的前半段都是0 所以B C Z都有机会 所以A可以先删掉 OK 那因为速度越来越慢嘛 而且他是有想写直线 所以这个部分做的是什么 等加速度运动 而且速度呢 是加速度是什么 负的 好 所以答案呢 你一看 这个就不可能了 所以大家就选B或Z 那因为速度是越来越慢 所以加速度是负的 所以答案我们选择的是Z Z Z的答案 OK 所以你看到了没 这三题啊 除了第十一题以外 可能需要一个一点的计算 其他两题都是考观念题 所以同学要把那个 加速度 跟等加速度 跟这个等速度的部分 更好的概念弄清楚 OK OK